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玩梗的大哥哥小白 上回说说到同仁大战老对手死枪 从枪战游戏变成了刀剑乱舞 同仁一年多没有赌上性命玩游戏 再加上积极欧内没有剑剑这个说法 光剑也只是个替代品 还真就让这家伙暂时占据了上风 此时施奈正在悄悄赶往战斗现场 靠着远视的眼睛寻找支援的办法 直播外,雅思纳和杰伊握紧了同仁的手 同仁也因为内心的愧疚 许久没能经历过真正死亡的战斗 他现实中的身体浑身是汗,精神紧绷 游戏内同仁还在不断地闪避死枪的刺剑 对方这一套招数是老本行了 同仁也一时没能防备 被刺剑划的是遍体鳞伤 而死枪还在不断地破镜 同仁也挡住剑锋 看着那双青红色的眼睛 他的脑海中突然闪过当初讨伐微笑棺木前凯的会议 作战板上一闪而过的照片点醒了同仁 此时死枪的刺剑已经抵达了他的胸口 同仁一下就爆出了他的名字 赤眼萨莎 马甲突然被掀开 萨莎一失手没能直接刺中同仁的心脏 被同仁也挥剑拉开距离 萨莎直接傻眼 尸奈放弃八倍镜 靠着视力瞄准了此枪 萨莎立刻后退 同仁亮出光剑劈去 他的隐身斗篷开始生效 同仁也拔出手枪 以枪带剑 近距离就是三枪打破了隐身效果 而萨莎连刺竖剑 同仁也一咬牙 手中的光剑拦腰将萨莎砍成了两半 对方在倒下后口中还喃喃着 现在还没有结束 那个人迟早会将你杀死 随后他就彻底掉线 而同仁也没有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看着死枪被淘汰 他掉头走向了施耐的位置 线下的雅思娜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施耐和同仁互相交换了真名和家庭住址 好巧不巧 同仁也潜行的地方离施耐的住址还挺近 现在赛场上只剩他们两个人了 决赛圈了 两人中肯定会有一个人获得胜利 才能结束这场比赛 同仁也问施耐打算怎么处理 施耐枪坏了 同仁残血了 他俩谁都拿对方没辙 于是施耐掏出手雷启动 放在同仁的手中 两人在爆炸中一同拿下了决赛的冠军 在结尾时同仁看了参赛名单 确认了受害者有两人 也证明了死枪那一伙绝对有三个人或者以上 另一边施耐已从游戏中退出 开灯后小心翼翼的将房子内全部检查了一遍 没有看见嫌疑人 施耐松了一口气 此时门铃被人按响 小姑娘吓得一个哆嗦 过一会儿才听见外面传来了新川的声音 新川在比赛结束后就带着蛋糕过来了 施耐还蛮信任这个朋友的 但他此时却忘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新川从来没来过他家 怎么会知道他住在哪呢 眼看比赛结束 新川迫气的想要从施耐口中得到交往的回应 不过施耐的那颗少女心早就被佟老爷的长发勾跑了 看着没有希望了 新川突然像个变态一样猛地抱住了施耐 他似乎将施耐当作了自己的私人物品 被施耐推开后 新川还谴责施耐背叛了他 行啊看着人模狗样的 没想到你妈是个猥琐男啊 新川从包里掏出了一柄注射器 怼在了施耐的腰间 这里面装着就是致死的药水 一枪下去心脏直接停跳 施耐便知道这人就是死枪的另一个帮手 新川拿着这只药物试图胁施耐就范 施耐劝他回头实案 但这个垃圾早已经分不清楚现实和游戏 之前杀掉第一冠军 也是因为冠军否定了他在游戏中的努力 而新川这一波就是想来猥亵施耐 然后杀掉施耐再自杀 他胡言乱语地开始说起幻想中死后的美好世界 强奸犯给也死 当然新川并没有成功 被鼓起勇气的施耐一脚踹开 但女生的体力到底是不如男孩子力量强 尤其是施耐还没怎么锻炼过 新川一路追到了门口将他扑倒在地 不断在他耳边嚷嚷着施耐的名字 此时童人神兵天将 一脚踹开房间大门 将新川从施耐身上撞开 新川被一脚踹翻 立刻抓着童人又打了起来 两个体力值最多5的宅男 干架真就谁都打不赢谁 童老爷被推倒后 新川摸出注射器 到底是医学生 那注射器一下扎在了童人的心脏上 施耐进入房间后 立刻将收音机砸到了新川的后脑勺上 童老爷满脸是伤神色的痛苦 施耐赶紧将他的上衣掀开检查伤口 却发现童老爷的胸口还贴着电极贴 好巧不巧 那东西就把注射的药物全都挡下来了 这下算是死里逃生 童老爷松了一口气 随后新川被逮捕 第二天施耐返回学校 鼓起勇气应对了不良少女们 这次他不再抗拒枪支 甚至在几人面前小漏一手 迈开了反抗的第一步 施耐一出校门 就发现童老爷带着机车 站在校门口大出风头 两人在新川事件存活下来后 童老爷便打算带着他去见一次菊刚 了解死枪的事情 菊刚也没瞒着 死枪的事件 施耐作为对方目标中唯一一个幸存者 当然有权了解 死枪本人赤眼撒煞 从SAO事件后 还一直沉浸在游戏中那种高高在上的幻象中 他和自己的弟弟新川关系非常好 于是将自己在SAO内的身份告诉了新川 立刻就获得了弟弟的崇拜 对虚拟世界迷恋的新川便提议一起杀死第一冠军 这个想法最开始只是两人口还说一说 到后面两人商量着商量着 越发觉得可行 于是SAO找来曾经在微笑观目的另一位搭档金本敦 三人一拍即合狼狈为奸 新川便偷来了父亲医院内的禁药 实施杀人计划 一共被盯上的有五人 除了施耐外 其他人都不幸中招 而新川在此之前只是出谋划策 并没有真正实施杀人注射 正是因为暗恋施耐 以及满脑子黄色废料 这才结下了这一次的任务 打算自己来对付施耐 这件事情之后 新川以及萨莎都被逮捕 只有金本敦还在潜逃中 我寻思这都高科技时代了 警察干什么吃的 施耐得知新川将会被关押在少年看管所后 决定还是去见他一面 毕竟这人玩游戏都玩魔证了 现实和虚拟傻傻傻分不清楚 谈话结束后 同人拐带着施耐去了埃吉尔的酒馆 将亚斯娜和利兹介绍给施耐认识 他小时候的事情告诉了亚斯娜和利兹 施耐当场就崩溃的想要离开 却被同人一把拉住 亚斯娜和利兹从后门带进来一个带着孩子的母亲 施耐愣住 那位长发女人带着小女孩对施耐道歉后 立刻又表示了感谢 施耐这才反应过来 这人就是当初枪击案件被犯人指的工作人员之一 女人擦了擦眼泪告诉施耐 抢劫犯击毙了男前台后枪口对着他 当时他肚子里还怀着女儿 如果不是施耐对抢劫犯动了手 或许他和孩子都得命丧银行了 是施耐救下了他和这个孩子 在女人的鼓励下 小女孩笑眯眯的走向施耐 将自己画的画送给了他 多年的心理阴影因为一幅画 一句感谢 雨过天晴 施耐最终放下心结 牵起小女孩的手 原谅了自己 GGO的故事完结了 不过接下来 还有新生代的ALO 圣剑片 充鸭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这一席的观众老爷们 动动可爱的猫爪爪 给一个点赞评论 或者收藏都行 我是小白 我们圣剑片再见 拜拜